現在是2021年10月17日 在最近兩三天 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出了一個新歌MV 裡面的歌詞很死 驅惑到肉 這首歌 大家看完之後會心涼 當然也有些人很心碎 那個歌名叫玻璃心 你們有興趣去Google YouTube 一找就找到了 我想讚一讚黃明志 因為不單是今次這個作品 其實我一向都有留意他 因為他真是一個很有風骨的男人 不要說男女 是一個英雄好漢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世代 做藝人可以做到他這麼有雷 是真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給他一些掌聲 好 當然如果要說回我們本地的話 就是葉德恒小姐 黃耀明 韓詩等等 也是一些非常有骨氣的藝人 當然放諸本地 我們也有很多很厲害的本地獎 好了 言歸正傳 隔了好一段時間 現在終於要說黑天鵝的中集 事先聲明下 即會有下集 如果要怎樣找回上集 麻煩去看一看有上角的Q卡 因為在上集裡 都等了好一陣子 先儲救一個 即是足夠符合到條件的 即是一個反應 先去出之後的續集 但是我真的等到夠反應之後 才開始去動工 但是時間就好一段時間 還有如果我真的要搞下集的話 就要太久 所以我不想拖大家 所以優先給大家解殘一下 解殘 即是殘咀那個 即是解渴一下 就是這樣 何況今次的中集 我要說的這部分 他也是自成一國 這部分是甚麼呢 就是說 占卜算命 批刷語言之 而記教學 學習神秘術數的時候 特別是西方的神秘術數的時候 那些導師都會常常很注重 要跟你說 你的心態要正確 要有助人之心 不可以侵犯別人 別人的私隱 不可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等等 甚至我可以保證你 你買每一本的占卜書 特別特別是西方的占卜書 即是塔羅 他一定會跟你說 即是以上那些道德的事情 的一些職業操守 那些東西 但是說真的 很多時候就真的 人說他有說 為有而有 因為他不說就好像很不正確 還有他要說的 即是那些職業操守 永遠是一版半版就說完 初學的時候 永遠很多人都會很發奮 充滿正能量 如果一個導師叫你 你要這樣這樣 那你就會 YES YES 這樣點頭點頭 就好像覺得 哎呀 天降大任於私人 我現在要去幫別人看他的生命 所以我一定要做一個很好的占卜師 或者可能你從第一天開始 你已經不在乎 好 但無論如何 我知道 我眼見很多 做了這行 久了的 即是一些占卜師 和說明師 都會變質 尤其是在這個分亂的世代 當很多人 經常去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屈服 委曲求傳 又或者 是的 或者 不要說到這麼醜 屈服委曲求傳 或者 可能你太忙 你忘記了本身的原則 那個職業的操守 是的 又或者 你太好人 很多人 什麼都問你 你很好人 不會說不 我又怕 你從第一天開始 從來都沒有在乎過 這些專業的道德 那些東西 所以呢 占卜算命 或者是我們做一些 批評語言 那時候的心態 或者那個觀眾的心態 即是如果你是被人去批評 算命 你去聽語言那個人 的心態呢 其實是非常值得說 而我自問 我Thomas呢 即是我都不悲不抗地自問 我好有資格去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真的自問到今時今日呢 都非常之有 即是非常之守規矩的 我只是說一個最近的例子 在兩天之前 即是可能15號左右 有一個人 有一個女客人 就去問她的前男人 她想問她的前男人 現在有沒有拍拖 那我就說 其實這件事是 你侵犯了她的私隱 這件事是不關你的事的 注意喔 現在不是說老婆問老公 有沒有出去偷吃啊 或者男朋友問女朋友 有沒有出軌 因為如果你們是有這種 Binding的話 OK 即是如果結婚的話 真的會有一紙婚書 是有 contract 是不是 或者如果你們是正式的情侶的話 那其實你們是真的叫做 有一種信任的一種合約關係 雖然不是說寫了 但是在精神交流上 是會有這樣的承諾在 OK 所以例如為什麼 在西洋占星 兩夫婦婚姻關係 我們是看七公的 是看合約公的 而不是戀愛公的 OK 好 所以我就跟那個客人說 我說 你沒有權問 你的X現在的狀況 OK 因為 他的事情跟你再沒有瓜葛 不過如果你想問的話 你可以去rephrase 性 如果跟他 即是 即是跟這個X 如果我們要有關係 那我會不會成為第三者呢 是用一種這樣的問法 OK 而且那個心態是非常之重要 你要是覺得 我不想做了第三者去破壞別人關係 你要用這種這樣的心態 而不是我要去八卦他的心態 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去八卦的話 其實天知地知你知的 雖然我不知道 但是不要緊 因為宇宙都會給你一個相應的答案 例如圖中 這個是一個 就是 很久以前的客人給我的一個好評 是的 所以真的有時候 是是非非 正所謂 可以回答的東西 我真的會回答 就算關於我做的那些批判 任何的那些語言 不回答的話 我就真的不會回答的 那 在這裏說笑這樣說 如果 在這裏的聽眾裏面 曾經有人是給我去defer 就是我叫你 你遲些回來再問 或者這些東西不能回答 你不妨在這裏留言 是的 因為我想強調 在原學術數這方面 有些東西是真的不應該問 亦不應該回答的 那麼 在這條片以下的部分 我就會去 去 善述一下 這一兩年裏面 看到很多的 現象 一些不太好的現象 還有我想說 雖然我很明白 在這一兩年裏面 那個世代是很混亂 人心惶惶 但是無論你的心 是怎樣惶惶 去徵求原學意見的時候 真的有些問題的心態 或者去聽答案的心態 非常之不要得 第一個是叫氣符 氣是由氣的氣 而氣的氣 我怕讀了以氣的氣 就是 顧名思義 隨便 什麼都問一頓 很疑惺地去問一些問題 我打一個比喻 這個比喻未必是最完美 但是 有一點點關閉 你們自己去解釋一下 有時候 例如我跟一些陌生人介紹 可能是一些 什麼活動都好 有時候我會說 我自己是做原學術數的 做占卜算命 看聲音 有些人的反應都很客氣 或者我當他們是口頭 什麼都好 他們會說 有空找你簽一下 這句話我真的聽得太多 但其實 無論到我聽多少次的時候 我都會 啞口無言 可能我口頭上會說 多謝多謝 可能我將來有緣 可能不會這樣說 但其實我心裡 都還是很無言 當然 我真的覺得 有些人是很客氣的 他那個意思是 哎呀好 找人幫顧一下你 OK 其實我作為一個 服務人員 我應該開心 我有生意 但是 你想真點 如果你認識一個醫生 你真的認識一個醫生 你會不會說 我有空去幫顧一下你呢 因為 明明我占卜書文這件事 不是你有空去做 是你有需要的時候才去做 因為他是need based OK need based OK 所以呢 這件事不是義氣的事情 不是有空去做的事情 是你有需要 就去做的事情 還有你是需要認真看待的事情 所以 為什麼我那個Google Doc 水蛇窗那麼長 因為我覺得其實呢 你買的保險 你買的那些保險 那些保證 那些保證是很多東西 就是跟你說這個包 那樣不包 對不對 我覺得 占卜書文是一個很 serious 的 matter 所以 例如呢 我從來都不會說 我從來是沒有說過 人生裡面我從來沒有說過 我是玩牌 玩塔羅牌的 我完全不會這樣說 我覺得占卜書文不是玩的 就是你都不會說我是玩保險的 我是玩教育的 有什麼好玩呢 這件事是很 serious 的 好 還有就是 因為 你現在 你現在是為你自己的生命去做服務 那為什麼你不是應該要 treat it 就是 treat it seriously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在那個Google Doc 那些介紹呢 是真的好像你買保險產品那樣 我真的跟你說到全部都很詳盡 這些是包這些不包 這些是你會聽到的事情 是不是 你會知道的東西 知道的答案 那所以 我同時希望呢 就有些人去問問題的時候 都是會抱一個認真 而不是兒戲的心態 而 即使有些人 他們不兒戲的 不兒戲的 他們很認真地去問一些很認真的問題 但是呢 要知道呢 原來你問那個問題的那個 nature 有時候會令人覺得 原學術數 占卜說明這些 或者一些批刷預言 是一樣很兒戲的東西 我打一個 比喻 都不是比喻 是真實的例子 話說最近上面不是有那個限電令的 那在我的群組裡面呢 就有些粉絲在問 啊那個 限電會不會影響香港呢 那然後再忍心問問問 香港冬天冷不冷啊 金國冬天 跟著呢 其實這些問題 我是通通都沒有回答過的 我直接被拒絕了 是啦 因為呢 真的很無語的 那因為 因為這些事情 你問我做什麼呢 你不是應該去 即如果你問 上面限電會不會影響香港 那你會問一些 即我都不知道誰可以問 即你問 但你明明 即你 即理論上 你要問 你一定是問政商界的人 你一定是問一些政府官員 即立法會 即立法會 那些 那當然他們 我知道他們不會理你 那但是 例如香港冬天動不動 你問天文台 你問我做什麼呢 我不是先知 我是先博師 我是先精師 你要知道呢 如果我真的要去回答你這些問題的話 如果我真的要去認真回答你這些問題呢 我就要很認真去做功課的 那但是呢 我就 但是這些問題呢 其實是不能夠很 不能夠很準確地去答你 那我在這個影片的後面 會有解釋 OK 但我想說 其實如果你要我 隨便說一句安慰說話 即我跟你說 放心啦 不會影響香港的 香港感覺冬天 天氣很舒適 如果你要我隨便在那裡吹水 說一些大家喜歡聽的說話 很容易的 但是作為一個誠實的太陽射手座呢 我就不屑隨做這回事 正所謂呢 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 所以呢 麻煩大家 就不要再問我這些問題 這個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正如 醫生都不可以亂回答你的話 就是你不可以 你問我醫生 他會不會康復的 什麼時候康復的 即你有時候你會覺得 醫生回答那些好像很官腔 但不是 這個是一個專業操手來的 是一個原則來的 OK 那所以呢 我當 如果 有些類似的問題 即是限電力會不會影響香港 然後香港今個冬天冷不冷 如果我當 有其他的原學術素師傅 是回答你這些問題 其實你不妨問一下他的回答 啊 師傅你回答我這些 其實你是否由政治經濟科學角度回答我的 還是由原學角度回答我的 如果是前者的話 是呀 其實是呀 因為我是做一些政治經濟科學分析的 即是我是懂得看天文氣象 然後答到你今個香港今個冬天 不會好動的 那你可以問一下他 你是否專家呢 那為什麼我要聽你不聽天文台呢 如果你是用科學角度去答我 還有如果你是用政治經濟的角度去答我 那為什麼我不聽陶傑啊 不聽黃世宅啊 不聽袁伯啊 不聽吳明德教授 為什麼我要聽你呢 那如果他說 其實我是用原學角度去答你的 那你就說不妨你給那個掛文 我們一起去分享一下 我們大家一起參考 參考 切磋研究 如果沒有這些掛像掛文去提供的話 其實是他說 他在那裡自說自話 他在那裡吹嘴 在那裡騙你哄你 那好啦 我當如果他真的有提供的話 他說 其實就著你這個問題 香港今個冬天冷不冷啊 你會不會影響香港啊 那些 你會不會買不到食物啊 會不會搶購糧食啊 那些東西 如果他真的給到一些掛文掛像你呢 那你又可以問一下他 好像有點冒犯 但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你問他 他何德何能 他為眾生 他為整個社會去起這一枝掛 他何德何能 就算 我當他是得度高身 他說自己是得度高身 或者他 就是 不要說自己 就算我當他真的得度高身 那他在 起這枝掛 為眾生整個社會去起這枝掛之前 他起碼他有沒有做好一些 最基本的 沐浴啊 跟衣啊 齋戒一些這樣的 最基本的動作呢 以上我所講的是 今條片的第一點 叫做戲卜 他會跟我們最後第四點 會有一些互相呼應 大家可以去留意 那現在就到第二點了 正所謂 不動不漸 話說在中國古代 有個易學大師 少雍 我們又叫他做小康哲 在中國術數 每個人都一定認識他 好 那他就創立了一個 非常之有趣的占卜方法 叫煤花易素 但是 其實 現在 現在 整個香港社會 我知道那些人都很喜歡玩 不要說玩 唉 自打嘴巴 等我打自己一下 唉好痛啊 不要說他們會做奇門盾甲 其實差不多 就是說 你 哪一個時候 去生起一個念頭 你那時候就中了一個機 然後你就用那個時間的盤 一個時掛 去做一個批刷 例如 在西方裡頭 就是我的 Service Boy Hurray Astrology 千聲不掛 OK 好了 那我們 我們可以不妨看看 這個煤花易素 是 怎樣得來的 就是那個 由來 OK 話說 這個 小康哲先生 有一次 他就在這裡觀賞煤花 有一個很 好 的 時辰 在神年12月17號 的新時 他就 想煤 但是無端端 就看到兩隻雀 就在這裡 爭之敘地 OK 就是很簡單 這裡的中文 是不是 他就說 這個世界 即如果我們要占卜 或者 我這次黑天鱷這個案子 去做一些批刷 語言這樣的東西 OK 那就正所謂 你沒有發生一些變動 你就不會 無端端走去占 你沒有一些特別的事情 你就不可以無端端走去占 但是 咦 我無端端見到有兩隻雀 在這裡 就是欠那個枝頭 誰站在誰 就在這裡 跌落地下 這件是一個怪事 那就不妨去沾一枝掛 也就是說 當我們去徵求一些 原學術數意見的那時候 其實你那個起心動念 是真的要有跡可尋的 是要出師有名的 亦都因爲這樣 而只可以因爲這樣 給到你那個答案 才可以是準確 大家不妨看一下這裡的底圖 就在 是不是上個禮拜 好像上個禮拜 沒有一個颱風獅子山 話說全香港 很多地方都水滲了 然後有一間銀行 也都是水滲了 然後在Miri Group裏面 就有個粉絲 這裡 如果你是那位粉絲 你千萬不要介意 因為我從來都是對事不對人 我也都不記得你是誰 OK 所以不要學黃明治那首歌 玻璃心一下 OK 好 那位粉絲就問 哎呀 銀行出現水滲了 那對銀行是否不是很少頭 是不是銀行接下來 可能會擠提 怎樣怎樣 那我呢 就 就是叫做當頭棒學 你明白嗎 就是是其是非其非 如果真的不對的話 我就給了這個客人 也是同時給大家 一個很好的課程 那大家不妨在這裡看一下底圖 那 佛家都有句說話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角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人之為人 我們正所謂叫什麼 Homo sapiens 就是拉丁那個名字 知人 知人 我們很多時候 都真的要用一個理性的智慧 去分析很多的世事 所以為什麼我那個slogan 其中一個slogan 是叫做 是正信 不是迷信 什麼叫做迷信呢 迷信就是 你什麼差事都用原學 用術數去解釋 這些就真的叫做迷 我又打一個比喻 我當 如果有一個小孩 即是還在那些換牙 那些乳齒時期 無緣無故脫掉了牙 這件事正不正常 很正常 但是 有一個真實例子 話說在最近 我有一個成年的客人 成年的客人 和他不是七老八十 他無緣無故脫掉了牙 然後生命中 的確出現了一些變動 然後他就找我去尖 究竟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要注意 這些東西 真的 認了小康哲先生的那句話 不動不沾 不因事不沾 是真的要有一些 很特別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你走去沾一下 究竟背後的原因 一些吉凶的疑忌 這些東西就合理了 好 就算我當你不是說 有些特別大的變動 不是說有些特別大的事 你純粹想知道 生命的藍圖 一些趨急避空的注意方法 為什麼不可以 最常的就是 人們去算榴槤 正所謂一年之計 在於春 所以我這些年尾年頭的時間 就最忙的了 又或者 我也有些客人 他們很喜歡趁自己生日 去看榴槤 他們不是趁年頭年尾 是趁生日 當送給自己一份生日禮物 我覺得這個方式 都非常之特別 或者我當 有時在占卜的範疇 如果不是算命 在占卜的範疇 有時每三個月 有些回頭客 就會來問問我 接下來有什麼要注意 說真的 如果有時我當他們是密 我都會提他們之後再問 什麼叫密不密呢 很難說 還有你可能會問 如果三個月是可以嗎 可以嗎 如果兩個半月呢 兩個月呢 一個月呢 一個禮拜呢 這些東西是真的 問你的心 最重要的 那個心態 有沒有犯了第一點的棄卜呢 但是當然啦 問心還問心 有些個案 就一定是完全不接受的 例如 那些人呢 會每日一占 我真的認識一些人 會每日一占的 這件事呢 就一定是完全 當然不行啦 他不是每日都找人算 每日都找人算 每日都找人算 是不是窮死 是一些呢 自己在學著占卜的人 例如塔羅牌 他每日都抽一張牌 其實這件事呢 是很錯的 為什麼呢 你想真點 你人生哪有這麼多事情會發生 你每日哪有這麼多事情會發生 你真的以為自己是drama queen drama king 是不是 而如果我當 你今天抽了一張牌 今天早上抽了一張牌 那你就死都在那天 就留意了 你死都要將當日發生的事情 就安立這個牌 在意義上 你在你學習的這個過程 這個死塔羅牌的過程 只會是如墮五里步 無中的 你解牌的功力 不是大大進步 是會大大退步 OK 這裏是我給所有學占卜的朋友 一個小小的中谷 或者甚至你已經是 上了岸了 你都不是在學著 拜託不要做那些什麼 每日一瞻 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是完全不合理的 以及如果你真的 還在學習階段 我都會說 你不要每日一瞻 你的生命 沒有那麼多事情發生 你不是電影的男女主角 OK 我覺得可能你一個禮拜 OK 你要知道這個原因 是為了方便去學習 但是當你將來 你真的成就了 你很多事情都認識完的時候 其實那些什麼每日一抽牌 是一些很 不知道誰想出來的奇怪的習慣 我希望大家會去撕掉這個很壞的習慣 OK 又在這裏重複一下 講完第一點氣步 第二點不動不沾 現在就講第三點了 第三 有時候就著我的一些語言 很多粉絲都不停不停叫我 以後再重講 什麼時候再開直播去講 OK 我明白有些粉絲 可能真的很有心 想多些機會去聽一下我 去接觸一下我 OK which I totally appreciate OK 但是難部 有些人的心態 就不是太正確 我們在這個玄學術數裡頭 有一些術語 就叫做他們是 疑符或者是缺符的 也都在這裏戴上頭盔 我以下展示的一些證據 就是看這裏的底圖 我並不是針對這裏的事主 何況我都遮了名字的 OK 我只是針對 我真是一個好對事 不對人的人來的 我真是發誓 我只是針對這件事 還有是這一種的心態 OK 所以希望牽涉在內的民主 不要玻璃心 千萬不要玻璃心 好了 現在就講第三點 疑符或者缺符 還有有時候都很相關 OK 那體驗會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東西你想重問 疑符是什麼呢 就是你去質疑那個占符 OK 你覺得去講那些東西 有些懷疑 或者不合你心髓 OK 那你就想去 重頭再去看會發生什麼事 OK 或者甚至說 他不準確的 OK 不單是不尊重那個占符師 也很不尊重這個宇宙 OK 還有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的話 那你怎麼會再去問呢 OK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說他不準 而是你那個心態 你是想要其他的東西 OK 那也到了 什麼叫缺符呢 缺是哪個缺呢 是決定那個缺 OK 那缺在這裏的意思 就就是說 重頭 就是重覆 因為你移符 你才會去重覆 OK 或者就算你不是找回同一個 你可能聽完這個不相信 你去再找第二個 OK 那所以呢 可能有時候 就是受著一些批刷的語言 大家為什麼要我去缺符呢 或者今次不是符 我有時候去做語言 就是去缺語言 OK 就是可能 就是你想聽一些 更加自己喜歡聽的事情 OK 就說 今次不算 或者好像覺得 我每一天都是有一個新的 chapter 就會有一個不同的未來 但是這些的心態 就是不要得的 排除那些真的 很想去接觸我 聽我的那些粉絲之外 但是有些人的心態 就是難保是不良的 所以這裏是要去提一提各位的 而說真的 就著很多人 經常都會去 重問我一些 解釋我的問題 或者叫我去 重新做Live 就是如果他們的心態是不良的話 OK 那 說真的呢 除了這個疑符的禁忌 我也都有一些是個人 專業和職業道德的考慮 而是令到我 選擇不會去重複回答 一些過往的批刷語言 首先A 一開始就要去分A B C D 所以看看我這次的脈絡是很清晰的 OK 第三個點 就是疑符缺符 有些人去重問 但是呢 有一些個人專業 職業道德的考慮 亦都令我 亦都令我 是更加狠心 是不能夠去重複回答一些 過往做過的原學批測的 A 就是說呢 說真的我很忙的 對了 一個人呢 一天只有24小時 如果我做完又做 那你說怎麼辦呢 何況 現在是年尾年頭的那些 算命旺季啦 我現在 算命那條隊 不是占卜 占卜是立刻做的 算命那條隊已經排隊一月尾了 OK 好 我想用一個生活的事例去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有些事情真的做一次就夠了 例如呢 不過這個是很久之前 曾經有一班人吃飯 那直衷就為一個很專業的攝影師 那大家之後飯後就大合照 那當然是找他去大合照的 但是Animis他都很酷酷的 他不是很喜歡被人拍照 所以他是幫我們去拍照 但是他自己就不會入鏡的 OK Anyway 他拍了一張就可以了 那之後就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喂 拍多一張啦 Just in case 什麼都好 那他真是好的死庫 這些藝術家真是藝術家來的 他說可以啦 一張完美的話 要什麼拍十次而已 OK 那大家懂不懂他這個心態呢 當然啦 我們知道現今的科技 現在的手機已經是 按一顆按鈕 已經有十張連拍 二十張連拍 你未必明白 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那些團體啊 活動啊 那最後拍大合照呢 很多人都說要用自己的手機去拍 可能在酒樓 你就找一個待會兒 找一個姐姐 部長 哎呀 A又說拿我手機拍 之後B又拿去手機拍 那有時候你會不會其實是等到問呢 如果你是被拍的那個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等到問呢 但是我經常會等到問的 為什麼呢 不單是因為我比較沒什麼耐性 還有因為呢 作為男生啊 還有可能有時候 心口自己都是比較年輕的那個 我永遠都是跪前排 或者是蹲前排的 大哥我跪到腳很痛 或者我真的蹲到爆胎了 可不可以不要等那麼久呢 所以這件事我會很明白 就是說 真的的 你用一個人 用一個人的手機拍就行了 你之後WhatsApp給大家就行了 為什麼每個人的手機都要有自己版本的照片呢 你怕不見的話 怕一個人的電話發生什麼事 最多就找兩個人 我需要每個人的手機都用這麼煩 那真的在說 是一個比喻 既然我的預言是準的話 而最後那個結果的概念 就是概念怎樣都不會變的了 那我這些語言 其實講一次就夠了 為什麼要我講十次呢 你想聽十次 那你就去重溫replay片十次 是不是 在這裡震首詩給大家 人生於世 光陰寶貴 青春苦短切勿浪費 是不是很壓穩呢 好 除了這個個人的原因 剛剛那個是A 現在是B B就是說 Quality over quantity 貴青不貴多 我以前做過一些Live 什麼都好 每次兩個小時 又說我長氣 那我之後都開始醒睡 都開始把它減到 變成一個多小時 但是說真的 我真的叫做 字字註記 是地人士 是有東西 take away的 如果你真的拍一場的話 那你便分開 以後去聽咯 是不是 以後不斷去重聽咯 因為呢 如果你有時你拿我 去跟其他的一些YouTuber 去做一個comparison 就很不公平的 是啊 人家每次做一個小時 是不是 或者是 少於一個小時 4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但是加起來加起來 如果你不斷去聽他這麼多 東西的話 其實已經浪費了你十幾個小時了 我知道你不會覺得辛苦 首先當然 因為他每一次時間是短一點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到 也是因為他們很多時候的片段 是有很多的水分的 那我呢 即是我就不在這裡名字了 但是我自己都很活躍 在YouTube有時候去看別人的片 有些YouTuber呢 在他們那些片裡面 就很喜歡 是重複 即是 不斷在rephrase rephrase 同一個 題目的 或者他真的會把同一個字眼 說五、六次 這樣 那你說這些 是不是真的浪費你的時間 OK 或者有些YouTuber呢 就是在那裡照讀 就是在那裡讀新聞 他真的變成了一個 Facts的reporter 就沒有analysis 沒有什麼預測 OK 那可能這個是他們的Style 但是我自己呢 就真的make sure 我每次是很花心機 時間精神去做功課的 好好心力的 我make sure大家是有 時地人士take away的 那所以呢 真的 貴聲不貴多 這個世界上 我說這麼多次 語言沒有用的 是要裡面的材料漂亮才行的 又例如呢 我知道也有些 原學術塑膠 OK again I'm not gonna name names 他們整天都會說 會變啊會變啊 會亂啊會不好啊 OK 會變會變會變 大哥 每天有些什麼不是在變呢 蛤 昨天星期六 今天星期日 明天星期日 明天變星期一 那是不是變呢 我 今天肥了半磅 是不是變呢 鄰居 那隻倉鼠死了 是不是變呢 所以呢 這些全部都是叫水份 水份 水份 要知道啦 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包括時間啊精力啊什麼都好 如果我不停出片呢 我可以保證給大家知道 我一定會是粗仔膽做 是啦 那所以你究竟是想吃一本 很漂亮的日本米 還是吃十碗 黑心的塑膠米呢 那這個呢 就自己選啦 甚至呢 我見過一些非常無良的youtuber 唉呀 算了 還是不要爆名 真的免得做人 你知不知道呢 他是試過 我真的見過 我才知道我發誓 我真的有 他是把一段 就是他拍了一次的東西 他不斷在那裏重剪 重新去remake 然後每次都當一段新的版本 上來 每次都改編 其實他在那裏做什麼 他騙你的like數而已 他騙你的view數而已 他騙廣告費而已 你明白嗎 這件事其實是好像 林峰不斷在那裏唱《愛不救》 大家知不知道林峰 可能年輕的聽眾不太懂 不過不妨在這裏看看 這裏背景有個解釋的圖畫 我也可以唱一句給大家聽 放手放開所有 每次跟次又放手 其實我絕非愛得不救 有沒有印象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好了 現在就到 reason c c for cat 我不想經常有很多東西 重複那些語言 亦都是不想影響行業的明星 不是我自己在這個行業裏面的明星 是原學術數 作為一個profession 的reputation OK 怎樣呢 我想問一下大家 預言預言 什麼叫預呢 就是預先 是吧 如果我來到10月 才在東併西臭講10月的東西 有什麼用呢 所以為什麼我 在今年夏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六七月 我已經出了一條片 就是講漁川10月 是吧 你要早些先講 預知未來 才叫預言 如果我現在10月就在講10月的事情 那我就不再是術數家 我就變成政治時事評論員 which 豬肉在前 那我豈敢班農伴府呢 是不是 就是政治時事評論 為什麼你不看袁爸爸 不看黃世宅 吳明德教授 為什麼要看我呢 我是哪鬼哥 是不是 可得何能 又好像這樣 如果天上現在已經烏雲密布 你就說 哎呀 待會下雨 這些真的叫做鬼不知道什麼 這些就叫神棍 我不想做神棍 麻煩你 但是 如果你整個星期前已經講到 今天幾多點會下雨 那你就很厲害 那所以 就算我現在10月 我再講11月的事情 其實都不好 因為 下個月的事情 我很多 就是現在看新聞的事情 都可以預測到 但是 啊 我上年 2020年 在YouTube的直播 全球華人只需知道的三個語言 已經講 今年2021年 上面會爆金融債務 是不是 東北更加有些製造的問題 那就真的 完全值得 應屎應屁了 OK 因為這些就真的完全是出於一些聲像的專業 OK 所以呢 我真的不想做了寧寧姐 OK 那寧寧姐以前沒有說過 英雷王會大富大貴的 其實 我不是在那裡奸諾她 我覺得 可能 她也有些少少被人陷於不義的 我當可能 其實呢 當初那個記者是 真的叫她分析英雷王的本 就是這樣 那她真的說過理論 但是會容易被一些有心的傳媒朋友 或者一些大眾的輿論都好 去斷章取義 從而會貶低了我們這個行業 就經常說 那些人寫了神君 是不 誰會預測呢 所以呢 我就不想 經常不停在那裡再做預言 預言預言 是要預先做 才有那個預示的效果 跟著 現在到D for Dog 其實如果 我在這個世界大局裡面 我經常就著一些小問題 去做太多的分析 會對大家有不良的影響 因為會打亂了大家 對那個宏觀局勢的整體理解 我打一個比喻 那如果有玩 玩股市的朋友 這次可以說玩 因為有很多人的心態 都不是真的投資者 而是投機的 Anyways 牛市、熊市聽過 但是其實 牛市這些大升浪 或者熊市這些大跌浪 都有分期數的 大家知不知道 牛一、牛二、牛三 熊一、熊二、熊三 如果我跟你說 牛市、熊市 這些是大勢所趨 但是如果你容易被中間的 一些什麼一、二、三期 一些小浪頭拋窄 蒙蔽 那其實 你就真的很容易會出事 就是我當 哎呀 接下來真的是大熊市 大嬸市 但是無端端 咦? 有幾天他無端端升了 那你是不是去 你去買? 那你真是 贏粒糖 將來就輸奸 因為我知道 有人的確會這樣做 就是做什麼呢? 講一些你很喜歡聽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是精神麻煩 就算一些階段性的勝利 你會覺得很開心 例如 不知哪裡的手足、兄弟 贏了 或者是 諸如此類 但是 永遠這些東西 就會麻醉了你 令你忽視了 長遠的那個危險 正所謂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又或者 他們會說一些 都是一些聽到你開心的東西 就是說什麼呢? 一些你不喜歡的人 他們會亂、會差、會衰 啊! 哪個黑鬼死了 啊! 接下來他們就 全部都玩完了 或者啊! 哪個高官下台 啊! 那個政府就會倒閉了 但是這些東西 就全部都是欠缺數據 欠缺時的人 是沒有那個酵的 它是不會提供到那些掛紋給你的 沒有計畫 所以支持 總之你聽完 你就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只是吹水 為了哄你開心 那但是你明不明白 如果永遠是聽到一些小小的你好消息 你就很開心 接著聽到對家的壞消息 就是一些敵人他們拿東西 他們的壞消息 就是你的好消息 那你又很開心 OK 你明不明白 整件事是很不輕鬆的 OK 所以我不想大家 是經常迷了一些小小的細節 而失去了一個大片 然後到第四點 侵犯是人 這件事很嚴重 真的到今時今日 還有人問我 呂景是怎樣死的 是不是冤身寨主 我真的心想 關你什麼事 我跟你說真的有很多 不要說很多 四五個 私下問我 呂景是怎樣死的 是否被鬼搞 或者是否報應 那些東西 是啊 那一陣子真的很多人問 那我已經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別人私隱不用侵犯 打一個笑笑笑笑 那他們就沒有再問了 這個不是有多標準 就是我回答了一次 然後再拼搭 不是說有什麼標準 那麼厲害 但是 心裏面我真的會問 關你什麼事呢 別人的東西 你有什麼權利去知道呢 如果我可以回答你的話 好像彷彿我 如果我是 這個世界上 我全部的東西都答到 我可以知道的話 那我今天還要什麼 就是做的呢 我一早知道 整個 Bank Account Password 那我已經偷了一些錢了 是不是 這個世界上 有些東西是 不可以問的 特別是別人的 私隱的東西 你真的有時候 你問自己 關我自己什麼事 我問你做什麼 這些就叫八卦 又或者 By contrast 不是牽涉一個人的私隱 其實我問的是公眾利益 不是私隱 但是呢 就牽涉太多別人 即是社會眾生的東西 例如這幅圖畫 這些種類的問題 亦都是不能問的 例如在我第一點 我不是說過何德何能 就是那個什麼高僧大德 齋戒根依慕辱 那一部分我已經是解釋過的 但是同時呢 也都有以下 我會講一個關於主觀 或者客觀的關鍵 所以呢 就是不可以答一些 關於社會眾生的東西 即是說呢 我們今天這個第四點 是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別人的私隱 第二個是牽涉 同時牽涉到太多人 好 主觀客觀 一個什麼的故事呢 我給了一個例子 每年年頭 農曆新年年頭 有很多 黃大仙 去車公那裡 去問香港的那些 前程運勢 OK 那 為什麼那些人 即是那些 上報紙 為什麼那些會有形獸性呢 你有沒有想過 對了 那些什麼鄉義局啊 劉王法 劉王法不是死了嗎 好像死了 現在是誰 我不知道 為什麼那些 人民會有形獸性呢 其實這些東西 正所謂約定俗成 OK 或者即是 雜非城市 我又被 我又扯遠一點 喂 大家知道 有一個成語叫做 什麼什麼逼人的 不是靈氣逼人 是 口字做出 你會怎樣讀 咀咀咀逼人 很多人都讀咀咀逼人 但其實你知不知道 真正那個讀法 不是讀咀咀 咀咀逼人 我說真的 你自己去查字典 咀咀逼人 但我想說 如果你今時今日 你跟人說 你真的在咀咀逼人 人家會不會知道你說什麼呢 人家會不會笑你呢 是絕對會的 所以 很多時候 你要 遵從那個 就是那個 習俗 大家都是 約定俗成 是做這回事的 那你就跟 所以很多 問黃大仙 問車工 問那些趕運 那些東西 既然大家都會看那個 大家都相信那個 因為這些是會上報章 上電視的 那 阿車工 阿大仙 他就endorse 那樣東西 去做一個model answer 所以 就是說什麼呢 在 你去 詮問一些答案的時候 尤其是你去為社會眾生去沾問一些東西 你是不是被許可的人物先 你是不是被endorse的人物 而你問到那個答案 是不是會被endorse先 是不是有認受性先 所以 例如 呂景 試了那件事 即 你是誰去走來問他的事 但是 如果 他家人走來問我 那 得到的答案 是 是 會 acceptable 的 或者 我當問港運 除了 剛剛那些什麼 黃大仙的車工 那些高官 我當有一天 特首 真的走來問我占卜 問港運 那 出到的那個答案 都會 都會回來的 因為 為什麼 因為 它是有認受性 即是 in a certain sense 它是 我要說得很小心 下 in某一個 sense 它是有認受性的 in某一個 sense 它是代表 這個社會的 是吧 所以呢 就 不是說什麼東西 你都可以這麼容易去問的 尤其是 不牽涉自己 而牽涉別人的事情 無論這個別人 是一個 或者是整個群體 也就是說 就一件客觀大事 去作一些語言批測 斷不能夠自行起掛 因為這個是一件 非常之主觀的事情 主觀 是的 還有整個過程 是非常之personal 我假設就著 未來的香港的運勢 蔡師傅又跑去起枝掛 接著 麥師傅又跑去抽牌 那我段估不會 每個人都抽到 同一隻牌 起到同一枝掛 OK 那我最後 如果要去 趕運了 那我究竟是相信蔡師傅 還是相信麥師傅 好呢 又或者是 今天阿炳又跑去問 黃帝仙 來香港會怎樣 阿茂又跑去問黃帝仙 來香港會怎樣 那我相信不會說 十個人都抽到 同一枝黃帝仙簽 然後他們又說 黃帝仙是這樣說的 即是我不會相信阿炳阿茂 我寧願相信 阿香義局那支簽 都不會相信阿炳阿茂那支簽 你明白我這樣嗎 必須要有一個客觀的依據 有根可尋 例如 一個公認的時辰八字 一個公認的聲判 或者是同一支簽 就是受到 應許那支簽 即是鄉義局抽到那支簽 這個是一個objective的 這支簽 它已經是在那裏了 Existing的 Ready to use的 然後 最後 再up to 每一個人 自己 主觀subjective的解讀 但是你說 哎呀 那最後其實都會變主觀 但是那些 主觀解讀呢 說真的 雖不一 亦不軟二 極好的話 不會變極壞 當然可能有時候 有些 就是要 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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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呢 你很難有一些 purely objective 的東西 例如我當 就是 彈錦 彈得好不好聽 是好主觀 但是你想客觀的話 你就去考級 他們那些ABRSM 都會有那些 評分制度 你那個 那些音樂彈得順不順 有沒有彈錯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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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說最後 其實有些位 你說順不順 有沒有錯拍子 那你那個人不是機器 那你說最後是不是 亦都會有一些 subjective 的部分 是的 沒有辦法的 OK 但是其實說真的 一些主觀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就著這個 objective 的 point 這個八字也好 一些 subjective 的 interpretation 又未純不可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 你那個 objective 的東西 它有時候都會有一些灰色地帶 是不是 那 就可以給到一個主觀的師傅 那個自行解讀 一些自由的空間 和說真的 如果這個師傅是高手的話 他就可以見到一些 別人見不到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 在客觀之上的主觀呢 其實是會有一個非常好的bland 说了这么多东西,其实都是要为天安门事件 就是这个天安门黑天鹅事件的合规合理性去背书 也为各位观众朋友们断了一个疑惑 什么疑惑呢?就是有人可能会觉得 哎呀,Thomas,今次去分析这个黑天鹅事件呢 既然能分析这件事,那以后什么都可以去分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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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今次这个黑天鹅事件是符合了我们影片讲的第二点 不动不截的部分,也都同时符合第四点客观的部分 如何客观呢? 这件天安门黑天鹅事件是发生在2021年9月5号 或许你可以说,新丑年农历7月29日 丙新月丙晨日的早上6am左右 而且说真的,我都非常有心 因为呢,上网的人就常说,这件事就发生在星期之后 星期之后,那其实说真的,星期之后是多少点呢? 那我就真的特别去上网找了,星期的时候 原来呢,9月5号星期的时刻呢 是5点45分的 在这个5点45分之后 飞离一只黑天鹅,那我就当它6点啦 因为放心啦,在中室里面没什么分别啦 都是新卖好事的 OK? 但至于在西洋的尖声本来说呢 原来都是没有分别的喔 那这个事情我下集会去再讲的 那所以呢,我们下集再见啦 中集就来到这里 最后给大家一句结论 请问大家啦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日射手是非常忠于自己的 说得我就会说 不说得我就不会什么都好好跟你说说说 正所谓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 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